据央视军事频道军事报道栏目10月19日电视画面透露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航天系统部司令员上红已晋升中将军前 上红左一央视军事频道军事报道栏目电视画面截图 公开资料显示上红出生于1960年山东青岛人1982年毕业于太原机械学院中北大学前身自动控制系自动化专业 上红长期在解放军装备系统任职增任员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等职务现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航天系统部司令员 2015年12月31日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涉与军席并致训词 2016年1月1日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达记者问时称战略支援部队主要是将战略性、基础性、支撑性都很强的各类保障力量进行功能整合后组建而成 中央集中央军